大家好,老陈今天讲一个恋物癖伤活埋冤魂的故事 1989年美丽的原野上一辆汽车飞驰回家 妻子娜娜一个电话,沙先生立马回来 五年了,妻子终于怀孕了,真的太好了 娜娜要求沙先生多陪伴,其他什么都不要 沙先生工作很忙,业务增长迅门 长发桥和老屋要求加工,自三个月前刚加过 沙先生当然不同意了 这天老板要求沙先生去日本促进业务一段时间 长发桥和老屋担心被开除 一看沙先生走了,加上杜胡子和吉胡子 打算去打劫沙先生家里 明天晚上,娜娜和佣人去看电影 天赐连击 晚上,娜娜和佣人去看了恐怖电影 太血腥了,娜娜先回去了 佣人继续看电影 四个人用钩子勾开了窗户,闯了进去 老屋吻娜娜的内裤,这批好真是贼了 真当四人打劫最开心的时刻 外面下起了大雨,娜娜进了屋子 回到房间就偷偷偷换了衣服 倒床就睡 老屋闻了香味,偷偷出去了 杜胡子不小心按了钢琴 娜娜被惊醒了 正当四人要翻墙逃离 娜娜发现四人 娜娜开始反抗 拿杯子砸破了一人的头 扔东西还砸伤了长发桥 大雨中冲到了后院 长发桥搬起大石头 要杀娜娜,老屋来阻止 四个人开始吵架 暴露身份了,报警就完了 娜娜拿起阻止反抗 不小心被杜胡子夺了阻止捅死了 老屋让一个人去收拾房间 在电闪雷鸣中把娜娜给埋葬 三个人不顾娜娜的挣扎 娜娜眼睁睁的被活埋 娜娜醒来发现还在房间里 接了老公电话怎么背后有血 晚上杜胡子睡觉被鬼魂惊醒 看到后背有个洞的鬼魂 被吓得六神无阻 第二天杜胡子工作就没有精神状态 老屋让杜胡子闭嘴 否则就走路风筝了 瞧给杜胡子找了个妹子按摩 杜胡子在享受按摩但是很疼 一转身看到了鬼魂 后背被抓伤了 但是朋友发现后背没有伤 都是你的幻觉 几个佣人开始讨论鬼魂 那个鬼魂很像娜娜 胡子佣人差点噎死 晚上杜胡子听到呼唤 跑了出去 进到了厂房 看到了娜娜 听着鬼笑声 机器开始运转 杜胡子被电缆缠在了一起 随后吊死了 头也切了下来 飘忽的娜娜拿着杜胡子的头离开了 三个人也觉得不妙 杜胡子就去找叔叔屠颅法师 法师一听 施法感知到 怀孕的女人被活埋 那是最强大的怨灵 行走阴阳二级 让你产生幻觉自杀 她会来复仇的 还有她在等她老公 最后法师给三个人护身符 长发桥听到了幻觉 走出房间 拿起一把刀 在厨房到处查看 随后房子里的东西都在晃动 长发桥追着娜娜 冲进房间 对着娜娜一顿门捅 结果把急胡子给捅死了 三个佣人听到娜娜的鬼魂传言 胡子佣人头戴受不 看到了娜娜的鬼体 三个佣人向夫人请假后 然后跑了 沙先生终于回来了 发现佣人都请假了 娜娜看到老公就拥抱了上去 天亮了要去祷告 娜娜不去 祷告后村民告诉沙先生 娜娜一周没来祷告了 而且有传闻 娜娜的鬼魂杀了两个人 长发桥和老巫告诉法师 急胡子死了 这让法师很愤怒 支撑的娜娜有两样东西 一房子 二对丈夫的爱 老巫想了个办法 打电话给沙先生 你妻子死了 埋在了后院 沙先生发现后院有一只鞋子 拿起铁锹挖了下去 果然有娜娜的尸体 让沙先生痛苦的哀嚎 后悔了应该陪在娜娜身边 不应该离开 沙先生要求娜娜滚开 让娜娜离开这里 但是娜娜想永远陪在沙先生身边 娜娜看着自己的尸体 转身看到了长发桥 将长发桥赶入活埋地 娜娜狠狠掐出了塔 法师出现 口念咒语 一箭插入了娜娜的天灵 村民被怂恿 烧了沙先生的房子 要赶走鬼魂 老巫骗沙先生来到法师家里 发现娜娜被绑了起来 法师开始念咒语 娜娜劝沙先生离开 他们会杀了你 娜娜要求沙先生看着她的眼睛 看到长发桥从背后杀了 沙先生转身打翻了长发桥 阻挡了三人 爬出了娜娜头上的箭 娜娜暴怒 给我家庭带来了灾难 那是有报应的 法师第一个跑了 苏林里法师继续念咒语 对抗娜娜 娜娜拿起肩木刺入了法师嘴里 这下你闭嘴了吧 不断地将木头刺入法师的五官 法师最后划了一跤 扎在一个脚上死了 老巫一把打落了沙先生的匕首 摔飞了她 一番搏斗 沙先生打翻了老巫 但是老巫用匕首从后刺了沙先生 沙先生拔出匕首 刺入老巫的脖子里解决了她 娜娜又去追长发桥 长发桥躲到一个小木屋里 不断地有肩木刺进来 让长发桥多处受伤 长发桥求饶 出来后就被娜娜逼入坑里 实施了活埋 完成心愿的娜娜倒在了地上 沙先生找来了 向娜娜道歉 没有保护好你 一句我爱你像永远陪伴你 娜娜就消失了 只剩下一件血衣 但是沙先生被刺了一刀 其实也死了 两个人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村民给两个人合照 墓地有金环蛇首付 善恶中有报 感谢收看 欢迎评论订阅点赞 谢谢